魔术师偷走机密芯片 面对安保的收身 他巧妙地将贴有芯片的卡牌翻转过手背 再用嘴巴闲住 将卡牌吐到了手臂夹缝中藏起来 接着安保要求他转身 魔术师趁他不注意将卡牌抛了出去 卡牌就落到了同伙的手中 他先把卡牌藏入袖口 顺着手臂隐藏在西装底下 随着安保的搜查不断地转变位置 最终卡牌落到了地上 却被踩着高跟鞋的女人给挪走 女人假装跌倒在安保的身上 他把手抬起来 但他顺势将卡牌藏到了卷发后面 呵斥安保别随便乱摸 他自己搜身证明 没想到女人将自己的内衣取了出来 在安保的注意力被内衣开时 他保留了卡牌在手上 随后将它夹在了安保的后腰上 好让大叔抽取了卡牌 通过一个皮筋的弹力 将卡牌弹回了同伙的袖口里 但皮筋的动静太大了 引起了安保的注意 随即要求搜查他 但还是一无所获 大叔最后拿到了卡牌 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但安检的大门还没有出 同伙随即敲响了大钟 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 大叔趁机把卡牌飞抛出去 女人敞开大衣后包裹起来 虽然他们的动作看起来很奇怪 但安保也找不出任何破绽和线索 只好放心 四个魔术师终于成功过了安检 他们匆忙回到了车上 然后驾车离开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偷到芯片 然后将它交给魔眼 这番行动筹备不易 最初四个魔术师重新聚首 新的魔术师鲁拉加入了魔眼 在迪伦的召唤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魔术表演 但这一回他们对一家手机公司下手 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魔眼并非是为了大开眼界才存在的组织 而是会为了正义而生长 由于手机公司以免费的流量为诱饵 来窃取大量手机用户的隐私 再将这些宝贵的隐私贩卖给黑市 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 这样卑鄙的做法实在不值得提倡 四个魔术师因此才来到了发布会上 想要给手机公司的老板一个教训 将他的所作所为披露给大家 就在发布会的现场 丹尼尔伪装成一个服务生 但在暗自行动的过程中 却秒变成西装革履的白领 一件换装完成后拿到了首席执行官的签名 他眼疾手快地对着监控室的保安拍照 随后就把精神病人的手环印在了保安的手上 如此一来就可以偷天换日了 丹尼尔成了保安 保安却被误认为是病人带走了 但他拿出手机求救时 才发现手机已经被替换成了香蕉 原来制服人员里也混入了卧底 鲁拉也趁机搞怪 伪装成厨师后准备食材 却大胆地演绎了电剧歌手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过去 好让别人来帮他包扎伤口 然后将截掉的假手丢了出去 把所有人都吓呆了 于是麦克大叔找到了首席执行官 哄着他来到了一架摄影机前面 很显然摄影机装好了催眠的物品 发布会在掌声中开幕了 麦克大叔也通过催眠术 远程操控执行官的发言 不出所料 他中计了 他不仅揭露了自己的谎言 还邀请出了魔术师们 见到这几个大名鼎鼎的大师们 所有的观众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他们将新成员鲁拉介绍给大家 狄伦也在台下看着这一切 就在魔术师们揭露手机公司窃取隐私时 狄伦却发现了一张新的卡牌 卡牌的含义是语者 他预感这是不祥之兆 在外面放哨的杰克也发现了不妙 原来是FBI的人来了 他连忙通知狄伦 狄伦也告知大家改航新的计划 与此同时 狄伦也遭到了上级的质疑 认为他在贼喊捉贼 眼看压不住FBI的人前来调查 台上正在伸张正义的魔术师 也被切断了话筒的声音 现场变得躁动不安 眼看后方的屏幕上出现了变故 魔术师也意识到他们陷入了复杂的陷阱中 狄伦不得不吩咐他们离开现场 随后屏幕就开始揭露魔术师隐瞒的秘密 曾经假死的杰克伪装成了制服人员 FBI的探员狄伦也是魔眼的一份子 狄伦立刻被捕了 但他趁机又耍了一把魔术 反而将几个FBI的同事给靠了起来 自己和魔术师们一起逃走了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们从管道逃离的时候 却直接从纽约顺移到了澳门 从神奇的顺移管道出来后 他们在澳门的餐馆落脚 遇见了麦克大叔的孪生兄弟 他曾经携巨款逃跑 而且到高一尺魔高一掌 他的催眠术更加厉害 原来他就是侵入发布会 现场屏幕的不速之客 并预留了这条管道 好对他们催眠后带到澳门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带他们见科学天才 天才非常聪明且自负 炫耀完自己的战绩后 还说明魔术师曾触碰了他的利益 随即就告诉了他们 关于芯片的内幕 原来这款新型芯片 可以获取所有人的隐私 如果魔术师能帮他偷到芯片 那么从前他的损失 就不再找他们算账了 丹尼尔打着算盘答应下来 如果连这妖牛的芯片 都能拿到手 那么对付天才 也就不再花下了 于是他们拜访了 澳门的魔术店 见到了杰伦 杰伦先是小秀了一手 随后就帮他们 找起了所需道具 麦克大叔也趁机 支开了兄弟 好让他们的计划 不被破坏 丹尼尔顺利打通了 魔眼的电话 得到了获取芯片的方法 杰克也顺势催眠了 麦克的兄弟 没想到他只是 假装被催眠了 实际上却对他毫发无损 杰克和麦克大叔 都感到沮丧 不过谁叫自己 记不如人呢 大部魔术师在飞机上 也和狄伦重逢了 原来狄伦为了 找到四个魔术师 专门跑到了监狱里 和大部见面 好掏出魔术团的消息 大部向他解释 自己没有对他父亲 做手脚 狄伦的父亲 并不是他被害的 否则狄伦 也不会费尽心力 陷害他入狱 不过狄伦并不吃他这一套 他不再相信他的话语 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澳门这边 四个魔术师 也开始了筹备的计划 首先将买芯片的人 带到了武士中 然后将他给催眠 随后魔术团 就顺理成章地 进入了芯片的实验室 虽然一开始 负责人的询问 让他们有些慌乱 不得不用谎言掩盖过去 但很快就占据了上方 负责人是个滔滔不绝的学霸 所以毫不示弱地回应了他 随后一行人终于过了安检 捷克的检测一样 警报声响起后 却发现只是虚惊一场 但这也让魔术团开始思考 芯片应该怎么带出这里呢 要想通过安检重重的机关 魔术师们必须得另辟蹊径 就在负责人 向他们展示神奇物品时 麦克大叔打了一个喷嚏 谎称对全蜜蜂的环境过敏 如此一来 他就被带着离开了 卢拉健壮 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把假芯片放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捷克顺手摸走了芯片 一个翻身 来到了机器的下方 经过一番对比和核查后 捷克终于拿到了真的芯片 他将卡牌和芯片都收拾妥当 随后就回到了卢拉身边 装作无事发生 这时假装过敏麦克大叔也回来了 但负责人识别出捷克的不对劲 于是魔术团被要求人人检测一遍 他们瞒天过海的名场面也就此诞生了 他们有惊无险地过了安检 将芯片转交给天才 狄伦却在杰伦的殿里 发现了父亲去世前使用的魔术箱 杰伦也向他说明了自己和他父亲的渊源 不过就在他们交谈之际 大步却躲进了法老的棺材 随后就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轮到你了 看来大步开始给他设置机关了 狄伦来不及去找他算账 先是根据杰伦提供的路线 来找四个魔术师 没想到丹尼尔却把他给支开了 因为狄伦只会闹事 然而一直等待魔眼的丹尼尔 却等来了天才 就在他要缴械投降时 狄伦却返回来和天才的手下对打 当然寡不敌众 只能被带走 见到曾经报仇过的老板后 老板将他装入了水箱 和他的父亲一样沉入海底 狄伦被烤住了双手无法出去 他想起了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于是将手表拿出 终于发现其中藏有一根针 狄伦逃出了水箱 但因为缺氧 已经游不动了 幸好丹尼尔及时现身救了他 狄伦被救上岸后 见到了魔术团的大火 感到无比喜悦 但没想到的是 他们历经磨难拿到的芯片 居然是冒牌火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杰伦和奶奶却出现了 他们不禁解释了卡牌上语者的含义 并非是愚蠢而是白纸 而且还亮明了身份 说明自己也是魔眼的一份子 他们共饮一杯茶后 开始了新的计划 FBI和天才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魔术团在演出中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却又瞬间消失不见 就在他们要骑上摩托逃跑时 又被天才给捉住了 被迫交出了芯片的魔术团被丢下飞机 却又意外地现身在机窗旁边 原来飞机从未真正的起飞 一切都在魔术团的掌控下 天才和老板父亲的计谋 也被直播公之于众 这场精彩的魔术表演让观众赞不绝口 魔术团真是一群会制造奇迹的人 现场亮起了炫目的烟花 每个人都度过了非同寻常的跨年夜 女演员被烤住四肢 掉入水缸中 头顶是装满食人鱼的鱼缸 她解开了一只手铐 计时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但她怎么也解不开脚铐 她用力地锤打水缸 大声地呼救 观众意识到她真的出不来了 一个观众急忙拿起锤子砸水缸 但水缸太坚硬根本砸不裂 就在这时计时器归零了 食人鱼全部被放了出来 把水缸中的女演员团团围住 不一会儿水就变成了鲜红色 水缸不断往外涌出血水 吓得观众都惊慌失措 但女演员却出现在了人群中 观众们发现她毫发无损 纷纷兴奋地和她击掌 场所内人声鼎沸掌声雷鸣 真不愧是一场成功的魔术 这天女演员在她经常表演的水缸中 收到了一张印有邀约的扑克牌 她和很多魔术师都同时收到了这张扑克 他们按时来到了纽约的目的地 一见面就知道都是老熟人了 这些人都身怀绝技 拥有欺骗观众高超魔术能力 麦克大叔拥有超人的毒心术和催眠术 可以看穿人做过的坏事 也能催眠人后消除记忆 丹尼尔总能引起观众的赞叹 女演员曾和她做过搭档 杰克也看过丹尼尔所有的魔术表演 是她忠实的小迷地 他们四个人都展示出收到的扑克牌 随后杰克就亮了一手 把紧锁的房门给撬开了 他们进入到公寓中 没想到这个目的地如此脏乱茶 丹尼尔捡起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看不见它 女演员把地上的玫瑰丢入水瓶中 水流就顺着木地板上的轨迹流动 接着溢出了干冰的白气 随着麦克大叔把灯泡扭亮 屋内亮起了不寻常的光线 一张奇异的蓝图展现在他们眼前 一年后在拉斯维加斯 四个人组成了魔术团 在大舞台上给观众们表演魔术 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出偷盗计划 他们把写好号码的乒乓球 给观众抽签 好决定抢哪家银行 幸运观众被选中后 就上台被麦克大叔失恋 戴上了头盔 丹尼尔让幸运观众抽取卡牌 再展示给大家看 随后幸运观众在上面签上名 放在自己的西装口袋中 女演员抽出了一条丝巾 一个巨大的机器展现在舞台上 她可以让人瞬间转移 只见幸运观众走上机器 被盖上了白色罩子 然后她就被送到了银行的保险库中 眼前有着大笔钞票 舞台上的大屏幕正在直播她的一举一动 在丹尼尔的指令下 幸运观众拿出了有她签名的卡牌 再抽出魔术表演的入场票根 他将这两张东西放在钞票中 接着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幸运观众的头盔上有个按钮 摁住她就会打开通风管道 可以连接两个地方 幸运观众摁住了按钮 随后钞票就开始飞扬 被吸入管道 结果银行的员工开始营业后 就发现所有钞票都不翼而飞 只剩下了签名卡牌和入场票根 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空 则飞扬着大把钞票 吓起了缤纷的钞票旅 不出所料 这场魔术表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FBI把四个魔术师给逮捕了 当他们路过赌场 却被所有人置以重刀的进入 掌声雷鸣 女探员将和迪伦一起处理这件麻烦事 但迪伦不想接手 没想到她已经被指定了 只好硬着头皮来搜查 她先是找到了幸运观众 质问她怎么在三秒内 从舞台飞到银行去的 她坚信自己是戴了顺意头盔 但女探员认为她是被催眠导致的 看来只能从幕后推手查起 于是他们找到了四个魔术师 先从麦克大叔查起 她使用了最擅长的读心术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起来 眼看无法从她这里获得什么可靠信息 迪伦又找到了丹尼尔 不过丹尼尔更不靠谱 他直言自己会魔法 不过他还是一副自负的模样 对于迪伦的威胁丝毫不在乎 很显然 即使是FBA的探员 也对这四个魔术师无可奈何 只好先把他们放走 探员需要支援 准备充足的证据来破解魔术的把戏 于是找到了大捕 他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大魔术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了他的庇护 探员似乎也安心了不少 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 给迪伦戴上了顺意头盔 再和幸运观众那样 将他运输走了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模拟好的保险库 原来四个魔术师早在魔术表演前 就把大量钞票从银行中运送出来 并用闪光纸作为伪装 以便日后烧毁 给运输钞票的司机催眠后 就可以运钞票回来了 接着选好了幸运观众 登台时麦克大叔就对他催眠了 不过得知真相的迪伦 还是晚了一步 因为魔术团已经开始了压轴表演 可谓是更加精彩刺激的演出 他们把自己的老板请到了台前 随后杰克拿来了一封奇大无比的信封 让老板确认自己的存款 每照一次纸条 上面的存款数额就少了一些 但台下观众的纸条上 又会多出一些存款 原来这些观众曾投过保险 也许是因为时运不佳 他们有的失业 有的失去了亲人 但这些都将转化为存款 转移到他们的存款上 一名幸运观众更是直接站起来 惊呼自己多了好多存款 所有人都收到了大小不等的金额 老板气得指鼻子瞪眼 就在他要去逮捕魔术师时 脚上的脚铐发挥了作用 在台下的狄伦一个剑步 要上台来伸张正义 但得到好处的观众 一起把他给摁住了 四个魔术师则被威亚吊起来 欢快地离开了舞台 家财散尽的老板找到了大部 表示希望他尽量找出解决办法 捅出大篓子的魔术团 回到公寓后摧毁了作案计划 然后收拾好行李准备逃跑 FBI和大部早就在守株待妥 独自在烧毁图纸的杰克 被FBI和狄伦给围攻 只好使出卡牌大招 随后翻身下管道逃脱 杰克一人大战多个人 还能成功驾车离去 但是在被追捕的过程中 杰克撞上了路障 导致车子葬身火海 自己则丝滑脱身 FBI又发现魔术师在搞花样 把装有大笔现金的保险柜 挪走后又失而复得 但大部摆明 保险柜中早就没有现金了 狄伦气急败坏 撬开保险柜后 里面只跑出了五彩斑斓的气球 他彻底被耍了 四个魔术师真是一群神出鬼没的人 接着他们又在网上公布了一则消息 今晚他们将在某街道上表演 得知该消息的人们都涌向了该街道 一时间热闹非凡 FBI也随之来到了现场 希望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不过他们只是以印象的方式 出现在了墙面上 狄伦和女探员要上楼追捕他们 没想到都是玩偶假扮的 他们只好来到对面的楼上 但只发现了魔术师使用的投影衣 随后三个魔术师来到了现场 一起感谢了现场的观众们 来热情地捧场 他们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狄伦眼看就要抓到他们 但三人灵敏地逃跑了 情绪激动的狄伦开枪 但谁也没有重担 三个魔术师变成了漫天的钞票 大把大把的钞票纷纷洒落 台下的观众都伸出手来接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惊喜的神奇 在没有聚光灯照耀的地方 他们三个人已经悄然逃离了 不过在空中洒落的钞票并不是真的 那些现金另有去处 此时此刻在停车场中 大步摁住了车钥匙 随后车子的门打开 一大笔钱爆炸一般 从车里涌了出来 不出所料 他被抓入狱了 为了让自己能成功洗白 他告诉了狄伦魔术的真相 保险柜之所以能被偷梁换住 原理是和变兔子一样 骑士里面从来就不是空的 当他们伪造出保险柜被偷的时候 就会引出FBI大批人力到别处去追捕 但保险柜还在里面 使用激光笔捣毁门 获取大量真正的现金 但眼见不一定为实 那也只是假扮的王欧罢了 听到大步和自己说出真相 狄伦还是难以置信 因为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魔幻 当大步终于想明白时 他的瞳孔都睁大了 内鬼竟在自己身边 而他一直洞悉全局 却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狄伦终于露出真实面孔 原来他才是幕后大佬 他将大步栽赃入狱 原来集齐四个魔术师的人 就是狄伦自己 四个魔术师将自己的扑克拿出来 把他们融合在一起 当魔眼出现 直到大树上的黑桃泛起亮光 公园中的旋转木马也亮了起来 狄伦现身 将魔术团的四个人都惊呆了 这位幕后大佬瞒天过海 却又独具慧眼 将四个超人的魔术师都汇聚起来 他们登上了旋转木马 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原来狄伦的父亲就是魔术师 却在演出中意外身亡 都是大不惹的祸 事后保险公司和银行都在掩盖过错 让狄伦怀恨在心 所以他打算接手魔术事业 东山再起并报仇血恨 让优秀的魔术师都凝聚于魔术组织中 成功借刀杀人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 男孩手上的玩具不小心发出了响声 父亲露出惊恐的神情飞奔向他 可没想到下一秒 怪物突然出现 他张开血盆大口 伸出尖锐的爪子 一眨眼的弓子 就把小男孩整个都抓走了 残忍的生吞活泼了 从此以后 父母只能带着剩下的两个孩子 继续小心翼翼的生活 他们担心发出声音引来怪兽 只敢用手语交流 每天光着脚走路 这种怪物虽然看不见东西 但听力异常灵敏 而且行动迅速 分分钟就能把人生吃活泼 由于外壳的坚硬强悍 导致人类也拿它没办法 所以怪物很快就把地球倒得生灵涂炭 一家人的日子回到正轨后 两个孩子点着灯完飞行旗 但是一不小心 提灯就被打翻在地 眼看火烧了起来 爸爸急忙拿不扑 火虽然及时扑灭了 但动静还是太大了 让一家人坠坠不安 正巧屋顶上发出了巨响 怪物可能已经寻声而来 爸爸巧声来到窗边查看情况 只见几只肥瘦的浣熊 从屋顶上跳到草坪上离开了 一家人这才送了口气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暂时逃过一劫 他们一家人来到别处安居下来 种植了大量的粮食不至于挨饿 安装了监控警惕怪物出现 爸爸尝试发出信号 希望能取得外界联系与支援 但他丝毫没有进展 一家人都在沉闷中惶惶度日 妈妈的肚子也慢慢变大 他定期检查自己的身体状态 期望新的孩子还会到来 他准备好了木箱和氧气瓶 给房间做好了隔音板 以备后患 自从弟弟的离世后 女孩总是有着深深的自责 因为爸爸曾将他的玩具飞机卸下了电池 但女孩又把没了电池的飞机 交回弟弟的手上 他还不明白怪物的凶险 又顺走了电池 才发生了那样的悲剧 但遗憾无法挽回 在如此严峻且残酷的现实面前 唯有好好地活下去 再加上女孩的耳朵失聪了 无法及时赶制周身环境 来预判危险发生 爸爸便着手改造了助听器 希望能给女孩佩戴上 但效果并不好 女孩甚至不喜欢带着无用的助听器 她的内心有点小叛逆 充满了好奇 就在她打算迈出脚步朝地下室走去时 爸爸一个箭步 将她拦了下来 并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 女孩生活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 难免有些郁闷 她不想一直被管束着 所以对爸爸的阻拦感到恼火 对于爸爸递给她的助听器 她也一概不收 但爸爸还是担心她 将助听器塞到了她的手中 这一天 妈妈正在教男孩学习 爸爸想带着男孩一起出去捕 男孩恐惧怪物地来袭 认为出去捕猎很危险 因此一点也不想去 男孩也握住了妈妈的手 耐心聆听她的叮嘱 爸爸也希望能教会她防身的技能 好让她以后能独立面对危险 这样以后妈妈虚弱了 男孩也可以在她身边照顾她 女孩是个爱探险的家伙 她想跟随他们一起外出捕鱼 不过爸爸希望她能留在家中 照顾挺着大肚子的妈妈 毕竟现在妈妈虚弱无助 需要有个人照看 女孩总是被父母约束着 禁锢了自身的选择和自由 感到闷闷不乐 她来到小房间中 尝试佩戴上爸爸留给自己的助听器 当然还是一如往常的听不到声音 女孩在无声的寂静世界中 感到自己不被理解和关注 她的内心很受挫 压抑着自己不要出声 难过地哭泣起来 她又想起了弟弟的死 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和纵容造成的 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里 爸爸和男孩也来到了河边 他们利用捕鱼的笼子 收获了一只鱼 但是鱼的身子太滑了 还没等爸爸将它给拍死 鱼就一溜烟地滑走了 眼看男孩惊恐万分 担心拍鱼的声音把怪物引来 爸爸连忙拉住了她 并告诉她在这附近的危险系数不够 不用担心 在另一边 女孩独自收拾好东西 去弟弟遭遇意外的地方悼念 在弟弟被怪物直接吞掉的桥上 她把无法发出声响的玩具飞机 放到了弟弟的墓碑前 安顿好这些 她的心里似乎才不那么难受 妈妈还留在家中 准备将洗衣篮中的大堆衣服搬去晾晒 不过地上的钉子将洗衣篮勾住了 妈妈试图将洗衣篮给拽开 差点就要发出巨响 虽然最后安然无恙 但那根钉子却立了起来 埋下了隐患 爸爸和男孩来到了瀑布边上 由于瀑布的水声巨大 因此可以掩盖住人生 爸爸告诉男孩可以大声说话了 男孩被憋闷了这么多日子 难免要一吐为快 他在瀑布边养得头高呼 随后男孩问爸爸 为什么不带姐姐一起来捕 他猜测是因为弟弟遭遇意外 姐姐有一定的责任 爸爸这样对他是一种惩罚 但爸爸表示他没有埋怨任何人 因为一家人不应该仇视彼此 在危机关头 更应该互相帮助共患难 他们来到了一栋房子前 里面的老人走了出来 他的老伴也曾被怪物袭击了 不想独活的老人 内心被悲伤和痛苦压抑了太久 他决定放声大叫和老伴一起上西天 哪怕爸爸做出虚声的姿势安抚他 也无济于事 爸爸抱起男孩就开始逃跑 跑了一段路后 就不能再跑动发出声响了 他抱着男孩在树下停顿 果不其然 老人被怪物吃掉了 男孩也受到了惊吓 发出了叫声 爸爸在一旁死死捂住他的嘴巴 这才逃过一几 独自一人在家的妈妈 也有不祥的预感 他的肚子突然剧痛起来 这说明他就要临盘了 但此刻没有任何人在身边 他只能自己来到地下室 准备亲手给自己接生 但是在下楼梯的过程中 上次拽洗衣篮时留下的钉子 恰好还树立在楼梯上 他不小心踩到了 妈妈被剧痛折磨 却强忍着没有发出声响 但还是砸碎了物品 妈妈明白大事不妙 先把被钉子刺穿的脚挪开 随后亮起了红灯 以警告还没回家的爸爸 家里出事了 没想到怪物的速度那么迅速 就在妈妈准备上楼时 怪物就已经在上面蠢蠢欲动了 但是他临盘的情况刻不容缓 疼痛让他蜷缩起来 几乎快走不动路了 情急之下 妈妈拿出了一个计时器 躲在角落中 当他把计时器调好铃声 丢了出去时 怪物也随之向计时器冲去 妈妈见引开了怪物 就急忙爬上了楼梯 趁机逃出了地下室 然而吸引来的怪物可不止一只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疲惫 爸爸和男孩也来到了家门外 他们看到了屋外亮起了一排红灯 知道妈妈一定被怪物包围了 正巧有只怪物就在门外边 男孩准备好了烟花 准备去引开怪物 爸爸则找出了枪支防身 准备去整救妈妈 妈妈还躺在浴缸中 准备生产 当男孩在外面放起了烟花 妈妈也在浴缸中生产了 他张大了嘴巴 终于释放了剧痛的叫声 看到烟花后 在桥边的女孩也得知了状况 起身朝家的方向跑去 直到爸爸端着枪回到一片狼藉的家里 怪物也已经被烟花吸引离开了 看着浴缸中妈妈淋盆流下的血 爸爸担心他已经遇害了 随着妈妈的血手印在玻璃上 爸爸才发现母子平安 他抱着母子二人 来到了事先备好的隔音房中 但是婴儿的啼哭太大声 还是把怪物给吸引回家了 刚出生的婴儿只能被盖在木箱中 带上氧气瓶以安静的存活 然而放完烟花的男孩 从田野中回家的路上 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男孩害怕的撒腿就跑 却不小心撞上了拖拉机 即刻晕倒了过去 幸好女孩也在回家路上 看到了男孩留下手电筒发出的亮光 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怪物就在身后 不过怪物张开耳朵搜寻的声音 引起了助听器的不良反应 助听器发出了高频的声波 反倒让怪物无法忍受 这将怪物驱逐开了 随后女孩试图抓住手电筒 男孩也伸出了手抓住他 姐弟俩紧紧相拥在一起 他们来到了粮仓上 燃起了火苗 希望得到爸爸的救助 在爸爸离开家中 出来寻找孩子们的时候 他却粗心地遗漏了煤关的水管 没过一会儿 妈妈和婴儿待的隔音室 就被水灌满了 水声也很快引来了怪物 就在妈妈挪开水箱 准备把婴儿抱出来时 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妈妈非常沉着冷静 将婴儿抱到了水帘后 眼看爸爸还没有来 姐姐想自己回家了 但男孩表示应该再坚持等等 但他一不小心就掉入了粮仓 这声巨响也惊动了家里的怪物 让寻找他们的爸爸也得知了动静 就在弟弟在粮食中挣扎 想要伸手勾到手电筒时 姐姐也顺势跳进了粮仓 他协助弟弟爬了出去 但自己却陷了下去 弟弟急忙伸手去救他 助听器因怪物的到来 再次发出了难听的高频声波 不过这也把怪物折磨地逃离了粮仓 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逃了出来 爸爸也温身而来 三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随后两个孩子先躲了起来 爸爸则拿出了一把斧头 他知道怪物就在头顶刺激行动 只见他抓住时机 把怪物砍到了一边去 弟弟为了保护爸爸发出了叫声 随着怪物的靠近 女孩的助听器再次发出了声波 他无法忍受助听器的叫声 也不知道之前都是他的高频声波救了他 所以将助听器关掉了 怪物变得肆无忌惮 爸爸也明白在劫难逃 和女孩做了最后的道别 他发出了尖叫吸引怪物 好让孩子有一线生机 男孩只好开车载着姐姐离开 他们终于回到了家中 但爸爸再也无法回来了 妈妈将他们带入了地下室 当女孩看到眼前的一幕 才明白爸爸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 为他改造了那么多款助听器 他却嫌弃地不想带上 想起爸爸的牺牲 女孩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怪物还没有走 他又再次袭击了这个家 妈妈举起了枪 但他明白怪物刀枪不入 这声枪响反倒会引来更多的怪物 就在这时 女孩终于开窍了 他明白是助听器保护了他 当他把助听器打开 高频声波发出的难听声音 也终于呼啸了出 这让他和怪物都备受折磨 女孩顺手将助听器安到了话笔间 随着话筒声音的放大 怪物被高频声波折腾的头都占开 妈妈趁机开枪 将怪物解决了 他们找到了打怪物的方法 不再害怕 一只怪物冲倒了车辆 把四周的人们都吓得赶紧逃跑 男人赶紧上了车 但怎么也开不了火 他只好带着女儿跑入餐厅避难 但不巧的是有人的手机铃声响了 怪物也寻声而来 眼看没有地方可以躲 他们只能继续逃跑 另一边男人的妻子开着另一辆车 却被从天而降的怪物阻挡了去路 只能被迫从车中逃出来 这时他们看见了逃跑中的妇女俩 后面有只怪物在飞速地追捕他们 探长举起了枪 发出的枪声让怪物锁定了他 探长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随即就被怪物解决掉了 地球已经被怪物入侵了很久 这种怪物虽然看不见东西 但听力异常灵敏 而且行动迅速 分分钟就能把人生吃活泼 由于外壳的坚硬强悍 导致人类也拿他没办法 但女孩却发现了能让怪物退避三射的方法 那就是用高频声波让怪物崩溃后击毙他 这天妈妈带着女孩和弟弟 小心翼翼地穿过炸板 但还是不小心踩到了机关 这下可遭殃了 一串酒瓶随之发出了铃声 毫无疑问会引来怪物 妈妈只好赶紧带着他们逃跑 这也让埋下机关的人举枪瞄准了他们 但不妙的是弟弟在逃跑时踩到了部署家 他的脚被钳住疼得不行 妈妈不得不捂住他的嘴巴 好让弟弟发不出尖叫来 眼看怪物追了上来 女孩急忙打开了音响 放出了高频声波让怪物寸步难行 一旦怪物的头盖骨裂开 妈妈就端起枪瞄准了他 然后趁机给了他致命一击 怪物死了 但会有更多的怪物纹身而来 为了不被围攻 妈妈必须带着孩子们抓紧逃亡 弟弟也得忍着脚痛继续前行 不过他们遇到了一个面罩男子 他不仅抱起了脚受伤的弟弟 一路狂奔 还带领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显然这个地方是经过他装修的 密封且安静 是个不错的藏身之处 只是得时不时出来唤起 随后面罩男子亮明了身份 原来他是他们的邻居 自己一家也被怪物清洗过 如今只剩下了他一人存活 这是弟弟的耳机中传来的响声 他惊讶地告诉了大家 但邻居却显得异常淡然 因为这首歌曲一直都在响 但从来无法找到关联 女儿不解 因为爸爸也曾发出过很多讯息 希望能够和外界取得联系 但都一无所获 为何在这里就能收到讯号听歌 邻居则告诉他 因为曾经他们一家都住在山谷里 那里自然什么讯号都受不到 如今最紧要的是资源紧缺 就算是生存经验丰富的他也爱莫能重 他劝他们赶紧去找别的住所 不要依赖他的补给 夜晚女孩把弟弟唤醒 他们开始了秘密谈话 原来女孩的小脑瓜很激烈 由于那首歌曲是现在唯一的讯息 他认为这包含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歌名叫做《在大海》的另一边 这也许正是能够联系外界的暗号 女孩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在笔记本和地图上写上了秘密麻麻的记录 好确定发出歌曲的电台位置 他推断电台应该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 只要沿着铁路的轨道 就可以一路沿着走到海边 接着乘船就能抵达目的地小岛 女孩兴高采烈地描述着自己的计划 她用手语继续传达着讯息 如果利用电台的传讯功能 就可以把她的助听器中 发出的高频声波传播出去 这样一来就成就了攻打怪物的武器 人人只要拿着收音机收取电台讯息 就可以发出一样的高频声波 有力地打击怪物的进攻 可谓是战无不败 听到姐姐的红尾蓝图 弟弟虽然表示很牛 但是这样的做法风险太大了 没有大人的庇护 仅仅靠他们两个人完全有可能失败 只不定一不小心就被怪物给生吃了 得知弟弟不同意后 倔强的女孩还是一意孤行 第二天一早 她就自己带好了行李 朝海那边的方向走去 当弟弟醒来时 她只收到了姐姐留下的字条 让她乖乖收听电台的消息 一切都等待她的计划完满成功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弟弟 从床上蹦起来 告诉了妈妈和邻居男子 妈妈希望邻居能够找回女孩 毕竟她一个人去实在太危险了 女孩倒是胆大包天 一路上过关斩将 来到了一节废弃车厢中 里面都是被怪物啃食干净的窟窿 想必是经历过残酷的灾难 一群鸟扑腾的翅膀飞过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她找到了一个废旧的急救包 可以以防后患 不过就在她刚拿到的时候 怪物就尾随过来了 一定是由于鸟群的巨响引来的 眼看火烧眉头 女孩立马拿出了音响 跑发出高频的声波来干扰怪物 不过由于拿着音响 还要拿出枪来打怪物 女孩的手已经应接不暇 她瞄准了怪物 但行动迅速的怪物躲过了 只受到了轻微的擦伤 一点都没有大碍 眼看自己站了下风 女孩变得着急起来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 邻居抢先怪物一步 来到女孩身边救助了她 这才转位为安 邻居带着女孩离开了废旧车厢 他们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点 好让女孩用手语与她交流 邻居听了女孩的计划后 感到有点动摇 本来她是受女孩妈妈的委托 好来保护女孩 护送她回去 但得知电台的音乐有可能是暗号 而且女孩还确定了 电台的地点就在岛上 邻居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于是两个人没有回家 反而走向了海边 去寻找电台所在的小岛 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的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上路了 妈妈在家中发现氧气瓶撑不住了 她必须要回小镇上寻找物资 才能维持存活 于是她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交给了弟弟来照顾 弟弟虽然脚上受了伤 但还是得承担起照顾婴儿的责任 于是妈妈只身一人外出寻找物资 在路过铁桥的时候 她不禁回想起自己丧命于此的小儿子 小儿子就是在桥上被怪物抓走吃掉的 在此处立了一块简陋的墓碑 随后她将自己的戒指留在了墓碑上 以祭奠这段惨痛的经历 但一切终将要抚平 她必须得朝前看 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 唯有顽强地活下去 才是对市区的人最好的回应 她亲手亲脚地回到了小镇的超市上 寻觅到了需要的药物和氧气 做足了准备 当夜幕降临 女孩和邻居也终于顺着地图 来到了码头边 这里停靠着很多船只 他们得找到合适的船只旗号 不过邻居发现了一个小姑娘 她正要上前关心她时 却被小姑娘一把拴住了绳索 邻居差点被勒得喘不过起来 眼看绳索的另一头还记着许多久 只要她稍微移动一下 就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如此一来 怪物也会应声而来捕捉她 邻居知道自己摊上大蛇 只能先静下来不动 静观其变 不过海边的码头上 却出现了很多人 原来这些人都是幸存者 但他们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从来不会以善良让位 只要掠夺足够多的物资 以供自己的存活就好 眼看邻居已经被套牢了 他们还想把只身一人的女孩夺走 他们看准了女孩的助听器 显然那就是可以抵御怪物的武器之一 邻居想保护女孩 不被这些野蛮人所害 所以让她跳入海水中逃脱 接着要挟了野蛮人的头头 这样的变化猝不及防 趁着他们还没有做出反应 邻居发出的动静就引来了怪物 人类自然不是怪物的对手 很快就被蚕食的差不多了 邻居见兵荒马乱的状况 很适合逃脱 于是趁乱抢回了助听器 顺势跳入了海水中 不过随着她一起跳水的怪物 却不会游泳 紧接着就溺亡了 另外一只怪物则跳上了船只 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 女孩已经找到了合适逃生的船 将邻居接应上船 随后一起赶往小岛 这才化险为夷 两个人都暂时松了口气 在家中照看婴儿的弟弟 也嫌得无聊开始闲逛 但却发现了一具尸体 她吓得身子都反弹了回来 这一惊吓就导致发出了剧情 得知怪物快追不过来 弟弟只好瘸着腿 一瘸一拐地往地下势感 还得把装着婴儿的木箱给带走 但是怪物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她又在关门的时候出现了纰漏 忘记将毛巾拴住门 这样就没办法在密封室内 由于氧气不足而开门唤起了 眼看婴儿也快呼吸不上 自己也喘不过气 他们俩只能轮流夕阳 幸好妈妈在回家的路上 听到了地下室传来的声音 明白弟弟可能弄出事来了 所以加快了脚步 她先开了一枪 将怪物引导出来 接着又利用氧气瓶 将怪物点燃 看着火花四射 妈妈也以为怪物九死一生了 没想到怪物的生命力如此顽强 竟然还能逃出来 妈妈只好通过水声的掩护 来到了地下室 当她终于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弟弟和婴儿才缓过气来 女孩和邻居也终于来到了小岛上 这里的人们都升起了篝火 其乐融融 看起来并没有恶意 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的确如女孩所料 那首歌曲就是他们留给外界的信号 他们也是最早得知怪物怕水的细心 所以乘着船来到了小岛上定居 接着邻居向他们介绍了女孩的计划 好抵御怪物的攻击 这正是怪物的弱点 当天亮时 邻居却看到再有怪物的船靠暗了 她慌忙通知岛上的人们 就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怪物已经开始了屠杀 幸好有一部分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躲藏起来 但不幸的是仍然有幸存者被吃掉 邻居和女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找到了波音室 企图将高频声波放出 但开门声先把怪物引了过来 眼看怪物就在女孩身后 她却没有意识 邻居企图扑就却被怪物抓住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女孩打开了助听器 释放了高频声波 让怪物变得挣扎起来 难以动弹 接着女孩把声音扩大 成功地击退了怪物 就在妈妈放松警惕 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时 怪物就在暗处伺机行动 她意识到不对劲就要返回 却来不及关门就被怪物抓伤 就在这时 弟弟也听到了收音机的声音 她明白姐姐已经完成了计划 所以将收音机面向怪物 举起了手枪 就在这时 姐姐和弟弟同时都开了枪 他们都成功地解决了危机 击退了怪物 幸免于难 只是这样的危机 他们还能战斗多久呢 男孩为了求生 被迫和饿了几天的老虎共处 他时刻提心吊胆的 担心自己被老虎吃掉 他吃完在船上找到的肉罐头后 老虎就呲牙朝他扑来 男孩被吓得不敢动弹 刚偷吃肉罐头的老鼠 也爬上了男孩的肩膀 老虎瞪大了眼睛 男孩把老鼠捉了下来 使劲把他扔给了老虎 老虎接住后也终于美餐一顿 暂时没有再攻击男孩的意图 但男孩因此更加警惕他 他给自己准备了简易的木筏 只有在饿扁了的时候 男孩才会来到小船上 寻找罐头和物资 真是太不容易了 自从他乘坐的轮船被暴雨掀翻后 救生的小船上 只有他和几只动物幸存 分别是斑马 猎狗 母猩猩和老虎 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 猎狗对摔断腿的斑马撕咬起来 男孩大声制止他们 但无济于事 斑马和母猩猩都被咬死了 这让善良的男孩 既愤怒又伤心 他拿起了斧头 对猎狗挑衅 随着一声怒吼 一直藏在船底的老虎猛然现身 将猎狗吃干抹尽 看着威风凛凛的老虎 也饿得瘦骨凌寻的 随时可能对男孩发起攻击 男孩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在漂泊的日子里 男孩大声呼叫 希望能幸运地获救 但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根本就没有人类的身影 哪里有救援的希望 男孩就这样和老虎一起等待着 又过了好些天 天气终于好转 金黄的阳光洒落在湖面上 倒映出美丽的云彩 男孩向上天祈祷着 又丢出了求救的漂流品 希望自己能获救 虽然没能等来救援队 但男孩找到了一个救援手册 他打算按照上面的方法调整自己 首先他得制定作息表 尽可能多地去寻找淡水 保证自己不被饿死或渴死 再稳定小船的安全 除此之外 他还要尽量避免和老虎发生冲突 最好能够慢慢驯滑他 比如将钓到的小鱼 提供给老虎做饲料 否则一不小心 鸡肠碌碌的老虎 就会把男孩给解决了 然而就在男孩努力钓鱼时 老虎扑腾一声跳入海中 朝着木筏上的他游来 男孩眼急手快 就跑回了小船上 但老虎却因为太饿 怎么也跳不上船了 此时男孩拿起来一把斧头 只要在这危机关头 将老虎解决掉 他之后都不用再提心吊胆 担心被老虎吃掉了 但是举着斧头的男孩 看着落在海中巴望自己的老虎 感到有一丝不忍心 心软的男孩没有杀害老虎 而是选择和老虎一起继续漂泊 自己又回到了小怒法上 由于男孩的爸爸就是开动物园的 他从小就清楚该怎么喂食动物 每天老虎至少要吃五公斤肉 才不会饿得发疯 所以男孩也得帮老虎准备充足的食物 他第一次杀生 也是因为要给老虎吃大鱼 他将不唠到的大鱼杀死后 感到沮丧又害怕 作为虔诚的信徒 男孩还跪地感谢了皮尸奴 到了夜晚 有无数条发光的水母 将美丽的身影印在了海水中 男孩也忍不住赞叹这惊艳的美景 但他的嘴角却僵住了 因为有一只庞然大物就要现身 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鲸鱼 他翻身一跃 就把男孩的小船和木筏给掀发 那些保命用的罐头 都因此掉入海中无影无踪 不过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不断跳动在海面上的飞鱼群 就像是头怀送抱的小鱼石 很快小船上就再满了鱼 不过老虎也要和男孩抢食 鸡肠鹿鹿的男孩 也不再顾及老虎的威严 而是鱼肉归为己有 用武器下退了老虎 他也第一次在博弈中 占据了上风 随着生存技能的逐渐提升 男孩也开始着手于驯化老虎 老虎似乎也在朝夕相处中 对男孩不那么凶狠啊 加上之前他本可以用斧头解决它 却留给了他一条生路 老虎也懂得了 要和这个给自己捕鱼的人 一起存活下去 就这样 一人一虎 并不再像从前那样警惕和害怕彼此 而是像朋友一般 有了意外的依赖和感激 因为在茫茫大海上 随时可能有危险 他们也是唯一能感知到彼此的生物 彼此缓解孤独和绝望 男孩也终于看到了希望 在一片翻腾的海豚身后 正是一艘在着希望的轮船 男孩急忙拿起来信号枪 向轮船上的人求救 但是直到晚上 也没有等来人员救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轮船 渐行渐远 但男孩仍然告诉自己 最重要的是 不要绝望 因为大海的考验又要降临 暴风雨再次席卷了小船 这一回 男孩不得不拼尽全力护住小船 在乌云背后 射出了不一般的金光 哪怕男孩虔诚的信奉神灵 但在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 他也只是一个痛哭的孩子 上天仿佛也听到了男孩的呼唤 要让他走出困境 就在男孩和老虎奄奄一息时 他却发现小船飘到了一个无人岛 在这座小岛上 有可以吃的植物 可以饮用的淡水 还有密密麻麻的湖蒙 男孩和老虎都心满意足 准备在这个神仙岛上 好好休息一番 他坐好了吊床 就在男孩打算睡觉时 身边的小动物反应不正常起来 似乎有不妙的事情发生 不但湖蒙逃窜到了树上 老虎也跑回了岸边的小船上 但男孩还是打算先睡为敬 直到他醒来后 才发现本可以饮用的淡水里 竟然漂浮着大量死去的鱼 似乎变成了某种有毒的液体 就连随手摘下的花朵 里面也包裹着人类的牙齿 这让男孩细思极恐 难道这座神仙岛 是石人岛 甚至从远处看这座岛 也像是一个平躺着的女人 男孩认为此地不宜久留 她为与绸缪 将岛上能够食用的东西 都打包好带上小船 男孩重新开始了漂流 他坚信是神灵一直在保佑他 于是在风风雨雨后 男孩也终于抵达了墨西哥的海岸 他拉着船走上了海滩 他累得瘫倒下来 老虎也从船上蹦跳下来 这只受骨鳞巡的老虎 陪伴了他那么久 男孩看到他停下了脚步 本以为他会回过头来 但老虎却头也不回地离开 消失在了丛林深处 随后附近的居民发现了男孩 他们把他抬走 男孩难过地大哭起来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男孩的家人已经被暴风雨夺聚 在海上漂泊无助的日子里 男孩和老虎相依为命 历经千辛万苦才上岸 他几乎把他当成了最好的伙伴 但这个伙伴对他毫不留恋 并且从此以后都消失在他的生命里了 这让男孩心碎不已 多年后男孩已经长大成人 但他对这段经历铭记于心 仿佛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他诚恳地将一切分享给了一名作家 因为作家也会用心聆听他的故事 而不是像当初被救上来的男孩 遭受到采访人员的质疑 他们怀疑男孩只是在编故事 比如有很多湖蒙的食人岛是否存在 以及和一只兽骨灵巡的老虎 在一起漂泊那么久 男孩居然没有被吃掉 由于他的经历过于奇幻 没能让采访人员满意 男孩无奈之下将计就计 就信口编造了另一个故事 在另一个故事里 和他一起从暴风雨中生还的 不是四个动物 而是四个人类 那些自相残杀的动物 其实正是挥刀刺向彼此的人类 这显然更加残酷了 采访人员当然也并不够满意 只是不再追问这个可怜的少年 让他好生养病 但是不论哪个故事才是真的 男孩都确确实实经历了磨难 他被大海夺走了一起 见识到了动物与人类的残缘 男孩曾经虔诚地信奉三个宗教 他相信神灵会在关键时刻保佑他 但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 学会保护好自己 在残酷的弱肉强食法则中生存下来 最终 男孩凭借惊人的毅力与勇气 在漂泊了那么多天后 终于拨开风雨见到阳光 那些不能打败他的终将使他变得更强 拳击对手不要脸地偷袭了女人 只见女人面向观众席分享喜悦 背对着对手 没有看到刚恢复好的对手扬起了拳头 给他脸上施加重击 哪怕女人是个六边形战士 在拳击赛场上所向披靡 也扛不住这样阴暗的偷袭 教练急忙要把凳子移开 让女人不至于磕碰到 但他的脖梗还是重重地磕在了板凳上 现场所有人的心都揪住了 女人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看样子是命悬一线了 好在女人命大 被医院就回来一条命 但对手的偷袭 彻底把女人的拳击生涯葬送了 这无异于把女人的梦想毁掉了 女人的后半生 只能当一个植物人 靠呼吸机续命 这样的结果如同将女人推入地狱 就在不久前 女人还是横空出世的热门拳击手 她一路过关斩将 非常有望夺得金腰带 她的教练也对她期望满满 要知道他们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 女人从13岁起就在做服务员 她没有可以依靠的家人 父亲过世 母亲是个指认前的主 哥哥还在吃牢饭 妹妹也一事无成靠低保度日 但是在暗淡的生活中 女人还有一份光亮可以被点燃 那就是打拳击 教练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拳击事业 她也曾名造一时 交出很多叱咤风云的拳击手 但是看到女人年纪大了 还是个拳击菜鸟 实在很难出头 自然拒绝收女人为徒 但女人哪里肯轻易放弃 她这样的跟头牛似的 他留着泪在三恳求教练 哪怕教练用冷漠刻薄的语言打击她 女人声明自己不需要同情与怜悯 只需要教练为她传到授业 实际上 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很快就因女人的悲惨经历心软了 看着女人自顾自打起了拳头 她立马叫停了她 表示自己会教她一段时间 女人喜极而起 就这样 天微微亮时 女人就会起床到海边跑步 锻炼基本的体力耐力 白天还是在餐厅当服务员 忙得不可开交 哪怕已经很累了 女人仍旧会风雨无阻地来训练拳击 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中 女人的拳击水平逐步提高 是时候让女人出师了 于是教练将女人转交给了经纪人 来代理她的比赛 但苦日子还在后头 女人的处女秀非常凄惨 她被对手打到逼退至墙角 无法制造任何出击的机会 教练在观众席上看着她 用手捂住了眼睛 终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教练忍无可忍 先是奚落了一番经纪人 一点都不会交拳击手比赛 再冲到场边叫住女人 裁判则在一旁主持秩序 确认谁才是女人的教练 经纪人被他们两个嫌弃 直言女人根本不行就退场了 这样一来 教练重拾起爱徒之心 认定要一路扶持女人走下去了 随后女人一路开挂 在赛场上将对手打得无力还手 赢得了第一场比赛 女人的实力虽然不容小觑 而且总是能在艰难比赛中脱颖而出 但强劲的竞争对手比比皆是 更何况是拳击这样充满了暴力的运动 女人在比赛中屡屡受伤 被对手打断了鼻子 鲜血已经凝成了血块 嘴巴都肿了起来 教练健壮 已经摆好了板凳等着她 教练心疼女人伤势 哪怕裁判在催促她们 教练仍然要为女人简单处理伤口 但女人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 教练要求暂停比赛 女人却倔强地表明自己能赢 借女人这样咬牙坚持 教练自然要助她一臂之力 果不其然 在之后的比赛中 女人找回了状态 将对手打得满地找牙 女人第一时间来到场边 和教练分享胜利的喜悦 不过在女人迅速成长的日子里 教练的繁星事也增多了 首先是女人的实力超越了同量级选手 教练还得亲自掏腰包 让同量级选手来和她比赛锻炼 其次是女人总是一拳绝杀对手 这样总是KO对方 是无法真正训练耐力的 但是在真正的大赛中 厉害的对手总要大战300回合 才能奋出胜负 就在女人受到一场英国比赛的邀约时 教练一口回绝了邀约 原因是女人没有积攒够经验 盲目的竞争只会落下不必要的伤头 保护好身子再锻炼实力才最要紧 但一路看着女人成长的大叔 却有不同意见 大叔也是同道中人 作为曾经被打残了一只眼睛的拳击手 大叔认为努力拼搏才是青春的底色 如果连小年轻都不能屡败屡战 那么未来更艰辛的路要如何面对 于是大叔私下给女人叫来新的经纪人 但女人只忠于教练 绝对不会让其他人经手自己的比赛 于是一口回绝了大叔 不过教练也想通了 他开始叮嘱女人做好赛前准备 女人听到这消息 直接一把抱住了教练欢呼 甚至已经开始跃跃欲试 挥打着拳头表达兴奋 他明白教练是为他着想 不论进退 教练都像是父亲一般 在为他操心事宜 这也是女人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冠军 她离打败冠军成为新王 只有一步之遥 女人登上了更大的赛场 也见识到更精湛的拳击手法 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一拳KO对手 只能被对手带着节奏 努力切磋 教练直言对手比她年轻 还更有大赛经验 只有找准对手的弱点 摸索出针对对手的谋略 才能精准打击 女人聪明伶俐 当然很快就打败了对手 晋升为新王 就这样 女人再次回到故土时 她已经不再是 极机无名的普通选手了 女人的收入也比做服务员多得多 她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为他们买了一套房 没想到带着他们来到新家时 妈妈却大为愤怒 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取消低保 而且不再为她支付医疗费用 女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的确太不容易了 她好不容易才打出了名声 才获得第一桶金 就被妈妈劝退 让她赶紧找个好人家嫁了 女人不平凡的理想 注定无法被平庸 且无能的家人理解 女人唯有和教练在一起时 才真正能触碰到发烫的理想 教练曾给她一件定制的袍子 上面绣着一个含义深奥的词汇 默酷实乐 女人追问这个词汇的含义 但教练神秘地没有告诉她 只是叮嘱她在赛前穿在身上 那件袍子伴随着女人经历了很多比赛 直到她加冕为新王 袍子上绣着的默酷实乐 也成为了女人的代名词 拳击手们听到都会闻风丧胆 观众们都会在女人打赢比赛后 高呼 在充斥着默酷实乐加油声的赛场上 女人将要面临最重量级的拳击对手 但拳击对手以肮脏的手法闻名 经常搞偷袭 只要是正直的裁判都看不下去 果不其然 女人没有办法抵御拳击对手的小动作 再一次偷袭中被打倒在地 再也无法站起来 教练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人 心中充满了惭愧 她认为自己不应该让女人去参加那场比赛 但这当然不是她的错 女人慢慢恢复了身体 也终于等来了家人 但妈妈带来的不是安慰 而是赚钱的合同 女人被一家人吸血的点滴不胜 她的眼中充满了愤恨与绝望 赶走了这群白眼狼 只有教练一直守护在女人身边 哪怕再也不能打比赛 也可以安然度过下半生 但女人却让教练为她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那就是结束她的生命 女人经历过精彩的人生 但无法忍受自己成为动弹不得的残废 整日只能靠呼吸机续命 那是教练为她取的默酷时了 她曾经打拼出一片天地 那理由属于她的鲜花和掌声 她不希望被残废夺走尊严 但让教练亲手结束爱徒的生命 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 经过大叔的一番劝解 教练终于肯同意为女人结束痛苦 她来到女人的病床旁 在即将拔掉她的呼吸机前 和她做最后的道别 在呼吸机单调的机械声中 教练却讲出了最动人的声音 她告诉了女人默酷时乐的含义 这样饱含深情的词汇 只有被赋予在拥有青年稚气的血肉之躯上 才不会被背叛 她歌颂了人类顽强拼搏的光荣 那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爵 一路走来 教练陪女人经受了太多磨难 也给予了女人闪闪发光的机会 去实现滚烫的梦想 如今女人已经远去 但她的精神势必会一直在女人身边 就像当初她承诺的那样 老妇人的三个儿子同时战死沙场 收到消息的她吓得双腿颤抖 直接瘫软在地 唯一的好消息是小儿子还活着 士兵将这件事报告上尉 上尉心疼年迈的母亲 不希望70岁的她再次受到打击 失去所有的儿子 上尉决定派分队找到小儿子瑞恩 把她送回母亲身边养老 但分队士兵不情愿 毕竟每个人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他们认为瑞恩不值得八个人冒死营救 毕竟在偌大的战场上 分分钟都有人重担身亡 上尉所在的部队死伤惨烈 他没有拨通救援的电话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战斗 他让士兵拿来的爆破筒 一声巨响过后 他终于率领士兵攻下了第一座堡垒 上尉叮嘱狙击手瞄准第二座堡垒 随后自己站了出来吸引敌军注意力 好让狙击手不如使命打穿了敌军 上尉艰难地带领美军成功登陆诺曼底 但这一场惨烈的战争让很多士兵丧生 其中就有瑞恩家的三兄弟 这让小儿子瑞恩成为了小队的营救对象 小队士兵一边抱怨着瑞恩 一边来到了交战的地区 但敌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所以士兵们得先帮友军攻下地区 再继续寻找瑞恩 一家平民在混乱中将女儿交给了士兵卡卡 但卡卡还是出于同情心 将哭闹的女孩抱着离开了 哪怕尚未命令她将孩子给交回去 但就在孩子被强行夺走时 卡卡却被敌军一枪打伤却没致命 这是为了引出医疗兵拯救伤员 暴露小队的所在位置 但尚未坚决不让任何士兵上前 卡卡的鲜血已经染红了一片地板 他拿出了早已写好的遗书 狙击手精准地命中了敌军 解决了这场危机 但血流成河的卡卡再也无法醒来了 拯救大兵瑞恩的小队继续前进 他们在路上不小心撞倒了木桩 但木桩顺势砸裂了一道墙 墙后方就是该区域的敌军窝点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 纷纷端起了枪 谁也不让着谁 小队士兵怒吼着 让敌军放下武器 否则就要开枪了 就在这时敌军被打得血肉横飞 原来后方的友军已前来支援 上尉也开始打听瑞恩的下落 瑞恩终于和上尉见面了 他被告知自己的兄弟都死了 可以回家养老送中了 瑞恩一时间难以接受 随后瑞恩问上尉他们怎么死呢 得知是阵亡后瑞恩表示不可能 因为他的兄弟还在念中学 听到这里上尉感觉有点不对劲 于是再次确认了他的姓名和身份 但瑞恩却说出了不一样的全民和地区 很显然尚未认错人了 还让这一个瑞恩吓出了眼泪 尚未安慰他这是个误会 他暗图所记终于大致确认了瑞恩的所在地 随后就和士兵们先落脚休息 第二天在继续赶路寻找真正的瑞恩 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了闲聊 医疗兵则在手抄着卡卡的遗书 新兵认为战争可以磨练意志力 但尚未则表示自己的愧疚感太深了 唯有这样的自我安慰 才能稍微减轻尚未的负罪感 哪怕战争的伤亡并不是他的错 但身为指挥的他 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士兵在眼前惨死 实在需要一个理由来告诉自己 士兵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就连这次要去拯救的瑞恩 他也颇有既往 如果瑞恩无法行医救人 或者做出什么伟大贡献 那么这个营救小队做出的牺牲 都是瑞恩负担不起的 他看着自己颤抖的手 似乎又回到残酷的战场上 那是他久经杀场后留下的后遗症 战争带给他的紧张和不安挥之不去 即使他身为上尉 也仍然是一个对死亡有阴影的普通人 他们潜睡了两个小时后 就打着手电筒上路了 他们来到了目的地 但仍然没有找到瑞恩 他们翻找着一顾士兵的兵牌 想确认瑞恩是否在里面 但还是一无所获 他只能大声地呼喊瑞恩的名字 没想到营队里真的有人知道他的项目 就在每个人都翘首以盼的时候 尚未通过一名耳朵不灵光的士兵 得知了瑞恩在防守一座大桥 尚未兴高采烈地感谢了他 随后开始规划去大桥的路线 但他们本来可以绕路 却选择了直面敌军 因为他们的最终任务是打赢这场战争 即使小队的人数少得可怜 尚未还是打算英勇出击 他指挥小队的士兵按路线攻打敌军 新兵在最后面看着冲锋陷阵的队友 他不知所措地望着手楼弹爆炸 直到枪声停止后 他才拿着药包跑向前去 这一回是医疗兵重大了 他曾经救助了那么多个队友 如今却奄奄一息 无法为自己挽回一条性命 士兵们手忙脚乱了 想把他的伤口止住 却还是无法让他停止流血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时他们俘获了一个敌军服务 上尉让手下先不要杀他 翻译员在一旁为上尉翻译俘虏的话 俘虏恳求他们放他一条生路 翻译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不希望上尉下令杀掉俘虏 但在这个尸横遍野的地方 真善美是不存在的 上尉拿出了寻找瑞恩的地图 手指不住地颤抖起来 他再也忍受不了背负的压力 感到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在摧毁自己 他无助地哭泣起来 随后又必须坚强起来 这是他身为一个上尉的责任 面对还在挖土的敌军俘虏 上尉的眼神里透着怜悯和悲哀 俘虏被强指着 变得慌乱不安起来 他被揪住了衣领 翻译员在一旁为他求情 他已经投降了 上尉把他的眼睛蒙上了 让他自己离开向盟军自首 来宾不满上尉的决定 不想再跟随队伍完成任务 麦克则认为要对上级和部队忠实 与来宾产生了矛盾 甚至已经举起了枪 这时上尉却自爆家门 表示自己曾是家乡的老师 他为了不让妻子认不出自己 所以一直在坚守善良的底线 不能让战争彻底改变了自己 对于生命的尊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 哪怕对方是敌军的俘虏 随后他们一行人将战友的尸体买好 来宾也若有所思 似乎理解了上尉的所作所为 也跟上了队伍的步伐 他们来到了一处花田中 一辆敌军的车辆行驶而过 就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开枪时 敌军的车辆就已经爆炸了 车中的敌军士兵出来后被一网把劲 这时上尉的队伍偶遇了先开枪的友军 他们顺利会诗了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瑞恩就在自己眼前 这个他们千辛万苦想找到的士兵终于出现了 瑞恩听到上尉认得自己 既欣喜又猛圈 但随后上尉告诉了他实情 得知自己的三个哥哥都阵亡了 瑞恩不知所措 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上尉告诉他应该回家 自己带领的小队就是奉命护送他的 瑞恩痘大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他还无法接受哥哥们都逝世的消息 上尉却让他从坚守的战场上回家 上尉强调这是美国参谋长的决定 军令如山 瑞恩不得不服 上尉要求他三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眼看瑞恩还想等到援军来 营救小队的士兵看不下去了 瑞恩的身上不知不觉背负了这么重的压力 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可以轻松回到自己的家乡 放弃残酷的战场一走了之 他指着自己的战友们 说明他们也很努力 但他们却无法回家见父母 瑞恩再三强调自己不会离开这座桥 直到援军到达 上尉低下头若有所思 和迈克一同决定留下来支援瑞恩 等到保卫大桥的任务完成后 再带着瑞恩回家 他们一起布置了作战计划 准备好了充分的武器 让狙击手埋伏好位置 让瑞恩不要离开上尉半步 瑞恩和他讲起来自己哥哥的往事 仿佛还历历在目 如果战争没有带走他们就好了 但就在瑞恩讲述回忆的时候 敌军前来的脚步在耳边响起 原来敌军准备了大块头的坦克进攻 不过尚未一行人早有准备 很快就将一辆坦克给捣毁 但坦克不只有一辆 狙击手在楼上百发百中 却被坦克视为下一个目标 狙击手在战火中英勇牺牲了 随着敌军攻势的加大 尚未一行人都伸中数枪 敌军中有一个熟悉的面子 正是从前他们放走的那名狐狸 尚未举起手枪打向坦克 即使是唐臂当车 也依然在不断地扣小扮机 最后一枪真的让坦克爆炸 随后有军的飞机赶来 这让局势发生了大反转 新兵看着眼前的战友惨死 心里也发生了改变 当敌军举起了投降的双手 俘虏对身边的人说他不杀俘虏时 新兵却凝视了他一会儿 就开枪对准了俘虏 看着身中数枪的尚未脸上带着微笑 瑞恩上前倾听他的话 随后尚未睁大的眼睛就不再动 瑞恩看着眼前的一幕深感悲怂 他的面孔逐渐变得苍老 成为了一个年迈的老人 瑞恩来到了上位的墓前 他的一家人都在身后 他无法抹去战争带来的伤亡 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下去 才能不辜负所有人的付出 偷车贼抡起锤子砸碎车窗 在屋里睡觉的诺顿被惊醒 他踹开家门 对黑人开枪 黑人重担无法动弹 他胁迫黑人咬住路边的台阶 然后一脚踩在了他脑袋上 面对警察的包围 诺顿只能乖乖听话 他举起双手丢掉枪 警察立马冲上来将他逮捕 诺顿一点也不恐慌 反而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因为他惩罚了可恶的偷车贼 这是在伸张正义扫黑除恶 而且他从小就痛恨黑人 他认为黑人就应该被清理掉 他的父亲就是被黑人谋杀的 所以诺顿成为了种族歧视者 他通过崇拜内粹发泄极端情绪 还和当地的不良分子结为团伙 一起去抢劫亚裔和黑人开的商店 将牛奶和消毒水泼在他们脸上 将保险箱砸向商店的橱窗 作恶多端 但入狱后诺顿却转变了对黑人的看法 首先他和狱中的白人结成帮派 但犯人鱼龙混杂 对诺顿很不友好 被欺负的诺顿只能想办法防身 他露出了内粹的纹身 在犯人们面前耀武扬威 很快就找到了同伙 在狱中的犯人想要过得好些 就会在暗处发生交易 获得额外的利益 这些都被诺顿看在眼里 他认为同伙这样做违反了内粹精神 所以公开损害了同伙的名声 但没想到因此被同伙在洗澡时侵犯了 他在医务室里失声痛哭 从此诺顿夹起尾巴做人 变得低调不敢张扬 不和任何人结伴 但他的素由小黑看不下去了 所以前来劝他改变思想 因为落单的人只会被欺负 小黑认为他应该找一个好依靠 否则寡不敌众 在狱中的生活会变得很难熬 但诺顿变得非常颓废 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反抗 从此他见到同伙就低头躲避 在健身的时候 有一大群绑大妖元的黑人走来 他立马就起身离开了 既然惹不起 那就躲起来 不过让诺顿意外的是 在接下来的牢狱生活中 他也没有再受到过欺负 其实他明白是小黑在暗中保护他 让他免遭欺负 在即将出狱的那天 诺顿来和小黑告别 他微笑着看着小黑 将他当成了真正的好朋友 虽然诺顿坦言自己的猜测 是小黑帮助了自己保全自身 但小黑却否认了这一说法 他才不会费尽为了一个白人拼命 不过诺顿坚持自己的想法 诺顿和黑人互相捶了捶拳头 将黑人视为自己的好友 这是诺顿从未有过的感觉 他转身离开了监狱 这所让他保长艰辛的地狱 也让他转变了 从前根深蒂固的观念 不再仇视所有的黑人 而是有所分辨和认识 是小黑的出现让他从此脱胎晃骨 从狱中离开的诺顿 回到家中见到了自己的弟弟丹尼 丹尼听到哥哥的遭遇苦不堪言 表示非常的同情 诺顿也对自己杀过人表示后悔 因为那种愧疚感是无法磨灭的 但却无法挽回父亲的生命 是一种以血还血最空虚的方式 人不能一直活在愤怒和悔恨中 那样是无法向前看的 他必须要学会和过去和解 才能走出偏见 看到更广阔的人生 父亲因公殉职是真 身为消防员在黑人的住宅区灭湖 却被黑人所杀 但不一定所有的黑人都是坏蛋 诺顿在狱中遇见的小黑 就是好心帮助了他的朋友 当诺顿重新回到了社区中 帮派的小弟也发现了他 大家都对这个大佬表示尊敬和好奇 纷纷为上来询问他的近况 但老白已经厌倦了帮派的生活 他只想赶紧找到一个出口好逃离这里 不再被这些纷扰所分心 所以当弟弟被帮派的老大带到办公室 被诺顿发现时 他赶紧把弟弟赶了出去 并和老大坦白的真心话 他要带着弟弟和他们撇清所有的关系 因为这里的人际关系和丑恶让他作偶 他再也不愿意当帮派里的其中一员 也希望老大不要把他的弟弟拖下水 老大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他们 毕竟帮派如果想进就进 想走就走 岂不是把这里当儿戏 诺顿不想忍受老大的威胁 于是二话不说就抡起拳头揍人 让老大都吓猛了 他的小弟们也将诺顿的驱虏堵住 但诺顿不想伤及无辜 又要保护自身 所以他及时将小弟的手枪抢走后 就一走了之了 但弟弟见到他性情大变 感到非常恼火 因为这样是一种背叛 终于诺顿向弟弟讲明了欲中的生活 那是谁都不想触及的地狱 当弟弟向他展示了纹身时 他也让弟弟不要再崇拜极端和暴敏 那样只会反过来伤害自己和家人 他回想起妈妈曾带了新男友回家 但诺顿却把新男友给轰了出去 在家庭聚会上 诺顿义正言辞地赶走他 他们不仅产生了话语上的争端 而且还因为新男友犹太人的身份 让诺顿对他极为仇视 本来好端端的家庭聚会 也因此成为了鸡飞狗跳的闹剧场所 无奈之下新男友只好离开 妈妈也对诺顿的反对表示伤心 但种族歧视的事情从不会停止发生 几个黑人将白人男孩围堵到洗手间中 男孩是无辜的 只是由于肤色不同 才引起了这场悲剧 只见黑人对男孩拳脚相加 将男孩的嘴角都打出了血 他根本就没有反击的能力 丹妮就在洗手间的内侧 本不想掺手的他实在看不过去了 于是从里面走了出来 直面三个暴躁的黑人同学 由于丹妮的气势凌人 还把眼圈吐到了黑人脸上 这样的不屑让黑人很不满 但上课铃声响了 再加上丹妮的挑衅看起来不好扰 所以黑人才先放过他一马 在家中冲凉的诺顿 忽然回想起童年时 和弟弟一起在海滩上玩耍的画面 阳光照在他们的身上 当时他们是那么纯粹快乐 没有任何的仇恨和负担 如果能像飞翔的鸟一样 自由自在的就好了 诺顿在沉重的束缚下变得不堪负重 他渴望退去这些家族 如果看日出能够让一切重换新生 那么诺顿很乐意去做 他在镜子前整理好西装 系好领带 弟弟丹妮也凝视着镜中的自己 仿佛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 但就在诺顿带着弟弟出门吃饭时 却有两个制服人员上门找他 原来他从前的同伙被打入医院了 伤势严重 制服人员希望诺顿可以出面调解 毕竟从前他们都听他的话 但早就脱离团体不想沾边的诺顿 并不想再回到从前拉帮结派的日子 对此邀请他非常抗拒 在制服人员的再三要求下 诺顿只好答应了下来 跟他们去医院走一趟 但在这之前 诺顿要先送丹妮去上学 诺顿和他道别 让他乖乖在学校学习 没想到就是这样简单的告别 却是两兄弟的最后一面 丹妮背着包和女友一起上学了 诺顿才欣慰地出发去医院解决事情 没想到上回丹妮在洗手间发生的事端 还让几个黑人同学耿耿于怀 他的挑衅和盛气凌人惹来了杀生之祸 就在丹妮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不速之客也开门进来了 诺顿在冥冥中预感到了不安 却没有及时回去 只见丹妮转身后 就看到黑人同学仇恨的眼光盯着自己 黑人同学举起了枪 对他开了三枪 丹妮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校园内马上拉起了警戒线 制服人员也火速赶到了现场 诺顿纹身而来 却已经为时太晚 只见诺顿飞奔而来 不过他人的阻拦要硬闯洗手间 看着心爱的弟弟躺在血泊中 在洗手间的地上毫无尊严地倒着 诺顿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声 他一时间还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丹妮的女友有哭得泪流满面 这场悲剧是否可以避免 最初诺顿也以暴力为荣 认为只有将黑人赶尽杀绝 才是最优的选择 但他在入狱后改头换面 也对弟弟苦口婆心地劝道 不应该再歧视黑人 但黑人同学却主动找上门挑衅 丹妮也是出于保护同学的目的 才出了一口气 但却埋下了祸根 让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可能藏有邪恶的一面 但在少有温暖的现实面前 更应该用爱心来互相宽容 诺顿因为自己的冷酷和极端 遭受到了足够多的挫折 才醒悟过来不能盲目仇视他人 如果他能更早地认识到悔改的必要 那么弟弟还会惨死吗 这个答案也许没有最终的答案了 唯有留存下来的友谊 能一直让诺顿警醒 黑暗中仍然有希望的光芒